5月份6月份发生的这个重大事件呢 就是这个哥伦比亚坠机的这个事件 这个四名儿童 在这个13岁9岁4岁还有一个不到1岁 11个月当时 然后在这个艰难的40天的生存中呢 然后这个给我的这种启发 想到了这个事情 就是说我们应该如何去对待这种特殊的这种情况 让孩子能够在这种情况下 他真的是能有生存的一个技能 这个被我们很很久都遗忘了 但是我想说的呢 就是功利体系里头的 我们并没有遗忘 我们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 我们不仅仅是教 我们还有育 教呢可能是最容易的 而占个百分之二三十吧 我们就是上课教课对吧 但是育呢占了百分之六七十 这个育呢是个软指标 那我今天讲的这三点实际上都包含在这个育里面 那么这个 从这个报道上就看到了 就是说这个孩子们的这个爷爷吧 就说到了 就是说因为 他喊他说这些孩子们就叫 这个丛林之子 就说从小他们学习生存的技能 以及与自然相处之道 是分不开的 就是因为他们是土族人 他们对这个大自然的这种 一种尊敬 热爱 这已经是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了 所以呢 他们就是在潜移默化中 他们就孩子们就知道 如何去治疗一些抓伤呀 这个刺伤呀 昆虫钉药啊 然后缓解疲劳呀 还有身体疼痛啊 等等这个对他们来讲 这是他们可能就是家常便饭的啊 但是对我们来讲 我们的孩子的话呢 我觉得都有点天方夜谭了 所以呢 这个我就想讲讲 我们在公立学校里头 存在的这样子的一些项目啊 可能很多家长知道 但是呢 我想也有很多家长可能还不太了解 因为我们有很多家长 没有在这边读过高中啊 甚至没有读过大学 是过来读研究生的 对吧 所以我们这代人呢 就是我们一直都是希望 我是一个眼睛 让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的公立教育 高中是怎么样的 首先呢 我们有一个就是活井的训练 这个叫fire drill 我们每个学期呢 都会有三次 那么一年两个学期 那么有六次 这个一个学期里头的三次里头呢 有两次呢 是我们校长和老师知道的 但是孩子们不知道 我们这就是大家都通知好了 我们自己教师都知道 星期四的早上几点钟 大致啊 那个方向 因为这样呢 就避免我们那个时候 比如说考试啊 在测验啊 什么东西 当然因为我们只是个模拟嘛 所以模拟的话呢 当然不可能完完全全的 像真实的活井那样 你并不知道你是在考试 还在干什么的时候 突然就活井来了 对吧 所以但这两次呢 我们是模拟的 我们就要模拟呢 实际上是训练孩子们 就是让他们要按照规矩呢 去去到他们应该去的地方 我们每个教室里呢 都有一张黄色的这个 这个像广告一样的 贴在这个黑板的旁边 就是讲你这个教室 如果是有活井了以后呢 在这个教室里头 所有的人都应该往哪个方向跑 啊 是左边的楼梯 还是右边的楼梯 出了楼梯以后要去哪里 因为什么呢 一个学校呢 我们的这个 这个很拥挤的 我们有一千多人 啊 一千多人 如果大家都冲着一个楼梯 去跑的时候呢 那你就算是 跑跑离了火井的话呢 你也会出现人采人的现象的 对吧 所以我们要很早的训练孩子就知道 我们一共有多少个楼梯口 啊 那么在你这个教室呢 你就只能去这个楼梯跑 老师也要知道 带着大家往那个方向去跑 啊 那么还有一次呢 就是由这个啊 这个校外执行 这就是这个救火的这个啊 啊 救火的地方呢 他们打电话来跟我们讲 啊 现在火井了 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们校长也好 老师也好 我们都不知道 都不知情 而且这个第三次的这个呢 训练呢 是啊 这个火井车会开来以后呢 他要来查询的 看我们能不能过关 就是说在多长时间之内 我们的孩子能够啊 跑到指定的这个地点 比如说啊 这个后院的这个草坪上 要远离这个学校的这个建筑物啊 因为里头起火了嘛 对吧 会爆炸呀 等等啊 所以就是第三次的话呢 就是非常接近模拟 因为我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就非常接近事实的一种模拟 啊 所以我们每年都要做啊 就是啊 六次哈 啊 这个呢 非常重要啊 这个非常重要的 因为啊 虽然是和平时期 但是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啊 甚至我们的很很详细的就是我们在走的时候 跑出去的时候呢 是不允许学生 嗯 去拿他要拿的东西 书包这些都不能拿 甚至衣服都不能够拿 因为他们的很多东西是放在他们的啊 处处备柜里头的都不能去拿 就那个时候就是要往外跑啊 不管天外面多冷 你在里面穿个T恤衫 你都得往外跑 嗯 而且呢 不能锁门啊 因为什么呢 你不能锁门 就是因为这个嗯 救火源的话呢 要方便人家进来啊 这个进到教室里来救火 对吧 等等很多的细节哈 所以呢 我觉得这个呢啊 这个就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知道我们确实是有这方面的这种训练 第二个呢 就是叫lockdown drill 就是lockdown就是说什么 就是有这个危险分子啊 这个我们都知道 我们听到过很多 在美国这个学校里的枪杀案呀 等等哈 啊 这个呃 这个我们就是说 如果是有这个危险分子进入到学校以后呢 我们应该怎么样的面对 这个所以叫lockdown啊 这个呢 就是不能往外跑的 是要赶紧锁门 嗯 躲在屋子里头 躲在靠窗越来越远的地方 让外面看不见里面的地方啊 就是这样子的 啊 虽然在我 在在我任教的这 这个将近二十年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真实的这个现象 但是我自己啊 我自己在做学生的时候 我是亲身经历过这个啊 就是我在啊 这个麦吉尔读研究生的时候 啊 也许大家知道啊 这个1989年的时候呢 就是有一个这个啊 枪杀案啊 啊 当时呢 就是有有十多个女性吧 被被被杀死了啊 就是一个啊 这个危险分子 就是对父女有 有这个 有意见 然后就拿了枪 这个大家肯定都知道的啊 因为这么长时间了 二十多年了 每年都会要有 有纪念活动啊 当时呢 我呢 就在这所学校的旁边啊 这个这个 Polytech呢 就离我们啊 Megu呢 非常的近 啊 因为这个 这个恐怖分子呢 要杀的就是学工程的女学生 那呢 我都是在这个范围里头 因为我当时是在学工程啊 我是土木工程师嘛 啊 这个 我也是个女性啊 所以啊 当时就是 真的是虽然没有亲身经历在那个学校里 但是就在我们的旁边 所以后来呢 我们啊 这个有一个多星期都不敢到学校里去 因为怕有人去复制这样子的 啊 所以那个 那一个多星期的话呢 可能是我人生中最恐惧的 啊 那段日子啊 就是真的 现在都不太敢想啊 就是这样 所以我是自己有过这样的体验啊 嗯 啊 那我们在学校里做这个lockdown的时候也是有很多的规矩的哈 比如说我们都有暗语的 因为你不能大喇叭说有恐怖分子进来了 对吧 你不能这么说 啊 所以我们有各种各样的跟学校有关的这个暗语 而且经常这个暗语呢 还会有一定的时候有点变换啊 比如说啊 就是说啊 这个犯罪分子他不会理解不懂的 但是我们老师是明白是怎么回事情的啊 啊然后我们啊 我们老师就知道该怎么做了哈 比如说的啊 就说哎 那个我们现在需要一个什么什么样的打印机的什么什么玩意儿的 反正就说一个这样子跟教学有关系的啊 我们老师知道学生都不用知道 因为不能制造大家的恐慌嘛 啊 完了之后我们就老师就知道该怎么样去做了啊 我们有一个专门的一个这个紧急的这个救急包啊 在里头有很多有颜色的这个图这个这个纸张啊 就是说嗯 你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你在这个门门上锁了以后 把这个纸从门缝里头扔出去啊 然后呢 这个就会给其他那个其他我们管理行政的这些老师什么东西 就知道这个信号啊 什么样的颜色是什么样的安全不安全还等等等等 或者是你缺学生了 因为有时候学生要去上厕所呀那不在你的班级里头 然后你要通过这种暗语呢 要传递给他们 就是说哎呦学生那我缺了几个学生 学生去上厕所了或者是干嘛去了啊 就是这样子的 所以等等吧 这细节呢 我就不用在这里这样去分享 就是告诉大家呢 我们也要有这样各种各样的这种训练 就是一种啊 这种求生的一种技能吧 嗯 还有最后一点在这个这个这这个第一个问题里头的呢 就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在十年级十一年级的时候 我们有一门课啊 这个课呢是选修课啊 这个课的名称呢叫outdoor education啊 就是世外呀教育啊 其实就是生存教育啊 嗯 这门这门课呢是选修课啊 选修课呢 他会教最基本的生存的技能在这个你如果在生灵里头丢失了呀 或者是你溺水了呀 或者是怎么怎么怎么啊 很有理论的啊 然后呢到最后学期快结束的时候呢 啊这个这个班级的所有的学生和老师呢 就要一起去啊到这个北边的公园里头去啊 在那边大概是三天吧 也迎三天啊 然后就还要带着船要在那边划船 然后就把这个啊 在课堂上学的理论知识呢 就要在这三天到四天呢 啊 在这个野外的公园啊 啊这个去作为一种实践就是说在森林里头如何啊 这个辨别方向啊 然后呢怎么样避免这个啊 这个吃了不该吃的有毒的这些植物呀 还有就是怎么样去寻找水源啊等等的 就是最基本的这个生存的技能 这就是让我想到了这个哥伦比亚坠机事件的话 这些孩子啊 就是说他们他这个姐姐13岁 你想13岁还不是我们这啊 九年级的学生 他是八年级的学生啊 因为到了我的班上九年级是14岁的学生啊 所以他们他们这个孩子 你看这个姐姐才13岁 他就知道怎么样带着这底下九岁四岁 还有一个啊抱在手上的啊 这个十一个月的孩子 去如何寻寻找啊 这个干净的水源啊 然后呢去啊 吃这个可以吃的这种 果子啊 然后呢要怎么样去避免毒蛇呀 还有蚊虫啊等等啊 这个就是我们这课堂里头都有这方面的啊 这个知识 然后呢去夜营的时候呢 就是一个实地的这样子的一个啊模拟啊 所以这个这门课呢 我觉得其实是很有用的 当然不一定是每个学校都开得了啊 就是但是我们学校是有开这门课 因为在我们的后院里头呢 有有十多条船 因为你要教给孩子怎么样去划船 划船也是很有技术的 我记得我们那时候上高中的时候 我们啊在这个划船比赛的时候 我们那条船呢就一直在湖中心打转转 不会划船 划不直 所以记得这门课叫outdoor education 哎呀 我觉得就是没有去查一下它的编号 但是一般你到guidance那边都问得到的 就就就问他这个outdoor outdoor就是室外的education 室外教育 就是这样子的 这个呢就是我想分享的第一部分 那么第二部分呢 就讲到这个心理健康 心理健康 这个呢我觉得在这个疫情期间这几年啊 可能大家谈到的是最多的啊 因为就是说这个疫情呢 让我们的人类呢 面临了特别大的挑战 尤其是在这个心理健康上啊 很多人抑郁了啊 还有呢就是啊 整个这个大气候啊 就是啊 反这个方向走呢 就是我们很多成人也好 孩子也好 都有很高的比例的这个啊 抑郁 也跟我们这个环境也有关系哈 就是大家讲的就是比如说像加拿大这样的环境 就是冬天的时候呢 这个阳光比较少 天气比较冷的时候呢 啊 这个很容易就产生这种冬天的这种抑郁症呢 因为我们不可能是在这个天暖的时候可以在外面去走路啊 晒太阳因为外面太冷了 对吧 那整天就只是在室内的 在室内呢 就缺乏了这种阳光啊 啊 这样子的这种啊 这种机会哈 所以就会自然的在这个大家都知道在这个十一十二月份啊 就会开始有这样子的这种季节的这个抑郁症等等啊 所以这个呢就是这个是个大方向我们都经常在谈 而且我们经常在新闻里头听到很多很多的这个负面的这些事件哈 大家都知道最近都还有啊 这个有名的歌星啊 出现这样的事情等等啊 大家因为都把它叫做阳光的抑郁啊 就是表面上看上去很阳光 但实际上呢 那是他的一种掩饰等等等等 好 所以这个心理健康真的是啊 就是一个很很大的挑战 那在我们公立的高中哈 因为我在高中任教的时间比较久 所以我谈的大部分是高中的情况 那么初中啊小学的这样的话呢 大家就是仍然可以去想去咨询的话 可以在学校里头咨询 校长副校长还有这个啊 这个辅导老师什么的都可以问到 好应该都差不多 那我们呢在这个学校里呢 都有一个心理辅导员 这个心理辅导员呢 我们叫他社会工作者了 那么他呢不是心理医生哈 他只是一个辅导员 就是counseling 他不是只负责我们一个学校 他一般会负责两到三个高中 所以他五天的时间呢 他可能有两天在我们学校 然后剩下的两天在其他的学校 或者是三天在其他的学校等等哈 那么这个呢 他是在guidance啊 在guidance有他一个办公室啊 那么这个就是可以随时可以去预约的啊 可以跟他去了解专业知识 我们任何老师呢 也会经常受到这种培训啊 我们会有受这个就是在这个 我们叫pd day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day 就是这个意思啊 就是我们啊 就是学生放假啊 然后我们老师呢 就要去受培训啊 有专门的专业的人士 给我们讲各方面的这种知识 好这个尤其在这个心理健康上 讲的是最多的 因为我们是第一线的老师嘛 我们要啊查研观测啊 看到学生是不是在我的班级里头 有一些啊 这种比较啊 就是不太一样的表现啊 啊或者是啊 本来一直都很开朗 这个孩子突然一下就啊 不怎么说话了呀 或者是可以看到他的情绪啊 就是希望我们作为啊 第一线的老师呢 能够有这样子的慧眼啊 能够捕捉这种蛛丝马迹吧 所以我们都受到很多的这样的训练 那么我们也会跟这个心理辅导员呢 保持沟通啊 比如说我们要如果 如果我们发现了有啊 有什么样的问题呢 我们就会去跟这个啊 这个心理辅导员沟通啊 咨询了解啊 跟他们预约啊 这样的时间 或者跟父母亲沟通啊 跟他们去预约等等 那么这个心理辅导员呢 他是可以上门服务的 他可以去到到这个家里头去 去家里头啊 像家访一样的这样子的好 然后同时呢 我们在学校呢 也有很多的这样子的啊 这种啊 电话号码 800的电话号码 告诉这个孩子啊 老师啊 告诉孩子呢 就是说如果有什么需要去投诉的啊 有什么啊 需要得到帮助的 但是又不太方便跟自己父母亲沟通 或者是跟其他的人沟通 或者跟老师沟通的 那么就是用这个非常有隐私的这个电话啊 去讲 让他们能够放开心 心非 比如说这个校园欺凌啊 这个大家肯定都知道啊 这个经常会有这方面的这些信息啊 因为这个校园欺凌 我们就是bully 对吧 就是说在阴暗的 看不到的地方啊 但是他会对孩子的心理健康造成特别大的伤害啊 就是男同学 女同学都有啊 不同不同的形式的等等 那我们也都知道近几年来报道的 有的甚至都危害到生命了啊 这个这个我们都知道的啊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就希望孩子能够勇敢的说出来啊 勇敢的说出来 但是他啊 不敢说的时候呢呢 就希望他能有这个啊 这个电话热线啊 啊 能够让他放心啊 能够把这个事件说出来 然后给我们有个机会去帮助他等等的 就是这样 但是我今天想要讲的 就是我们在学校 我们进了我们最大的努力了 啊 但是呢 嗯 我们能做的真的是非常的有限 因为我们一个老师 一个班上 我们三十多个学生 而且我们每次每天就只有七十多分钟在一起 对吧 啊 所以你能够还要去教你的啊 你的这个专业课 对吧 所以你能够了解到的 就还是很小很小的 所以呢 就希望我们和家长呢 能够一起家长辅助 因为家长啊 毕竟你就只有这个儿子 或者你就这个女儿 在我这个班上的 对吧 啊 那么 那你最了解了 所以你一旦发现啊 有什么啊 就是疑惑的地方的话呢 就跟老师及时沟通啊 去询问一下 让老师帮助你在学校里看看孩子 是不是哎 啊 有个什么特别大的一个突然的一种变化呀 会不会有什么其他的这样心理的这种啊 因素啊 等等 那我今天呢 就想分享给大家一个电影啊 这个电影呢 啊 其实给我的帮助特别特别的大啊 这个电影呢 是啊 这个九十年代末的时候的啊 拍摄的电影 当时我应该是在 九九九九年吧 应该这个电影应该是九七年啊 上映的 但是九九年好像是九九年的话呢 就被评为了这个奥斯卡的这个外国电影啊 这个最佳 都获了好多奖啊 这个电影的名称呢 就叫Life is Beautiful啊 美丽人生翻成中文 我发给 我发一个剧照给大家看一看啊 可能很多朋友们都已经看过这个电影了啊 因为当时我看这个电影的时候两千年 因为我知道它是奥斯卡获奖的 它是意大利啊 意大利语的 但是它有英文的这个字幕的 对吧 所以它是外国电影获奖的啊 那么我当时就啊 就选择这种奥斯卡获奖的电影去看啊 我就无意中就看到这个电影 然后我就特别受启发 这二十多年啊 我经常我家里买了这个的CD 我经常会去看啊 那么我没有把它当成一个战争片去看 我是把它作为一个一种对我的一个作为老师的一个教育啊 那我这可能要稍微剧透一下啊 如果没有看过的啊 我真的建议呢 去网络上搜索一下 因为有这个免费的这个线下载的电影去看啊 那么这个呢 它它虽然是个战争片 但是它是用一种喜剧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啊 所以是非常有争议的一部片子 因为啊 就觉得很多人是吃反对意见的 但是我在看这部片子的时候 我没有去把它当成战争片看 我只是想啊 这个影片里头这个父亲 他用了他所有的技能 保护好他的这个儿子 在这个纳粹的这个集中营里 保护好这个孩子 他他用一个游戏的这样子的说法 让孩子认为这是一个游戏啊 所以呢 能够保护这个孩子的心理的健康 那么我呢 就是我今天想分享这个的时候就讲的 就是说我们要如果想保护我们孩子的心理健康 不是说随便嘴上说一说啊 就可以做到的 而是真的需要有技能 我们要有智慧 所以我看这部片子的时候呢 我受到的很多的启发 是看到这个父亲 他的智慧 他能够在各种各样的情况 紧急的情况下呢 他能够集中生智 能想出一个办法来 保护好孩子的这个 生理心理健康 这点特别不容易 所以呢 就是他不是说一说 我爱你啊 我爱我的孩子 我爱我的太太 而且他确实真的是 把他的爱倾注到他的这个技能上 他用他的这个智慧 用这种方法 能够从行动上保护了他们 所以我真的是建议啊 没有看过的这部电影的这个家长们找机会去看一下 因为我当时呢 那个2000年看这部片子的时候 其实我也是特别的当时在孩子的教育上 我特别的迷茫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好 所以这个父亲给了我很多的这个激励 所以让我后来的这么多年走下来的时候 我都是努力的去去寻找这种技能 去去让我自己的智慧能够更加的提高 所以我能够有行动去爱我的女儿 保护好他的这个心理健康 同时呢 我作为一个老师 一个教育工作者 这个父亲也给我了这样的启发 就是我在课堂上 我也要有智慧的去帮助 孩子有智慧的去跟孩子沟通 而且呢 我的我的这个课堂的用语 我的手势等等呢 都要给孩子一种啊 这种啊 不伤害孩子的这种为主题 我们受到过很多的培训 就是说我们在用语言的时候 如何去跟孩子讲话 这个很重要啊 有的时候说着无疑听着有心 甚至这个手势啊 这个手势就是把手心朝上啊 就是接受孩子的样子 然后你如果是手背朝上的话呢 就是把别人把对方推开的这种样子 所以这个给对方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所以在这种细小的这些语言动作上面的话呢 我们做老师的都经常受到这个专家来的这个培训啊 那我们就希望我们永远能够给孩子一种暖的啊 这个让他能够放松的这样子的一个课堂 而不是让他害怕惧怕这个课堂 害怕这个科目 害怕这个老师啊 如果孩子害怕的话呢 他肯定这个学习的这个啊 这个能力啊 学习的这种结果呀 效果呀 效率呀 都会受到负面的影响 对吧 哎呀 所以呢 这个问题啊 啊 也就是我们做老师的和家长的一起 要去努力的 都要去接受这个挑战的 因为我知道有的时候跟 做家长会也好 有的时候跟家长能沟通的时候 经常就会 听到家长有说 就是说我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 我我这个我想做 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做 啊 然后或者就是说 我学校里的情况 孩子回来都不愿意跟我们说 我真的不知道他在学校里是什么样的情况等等 这个肯定是有挑战的 但是呢 我相信我们都是深深的爱着我们的孩子的 所以呢 你就不管怎么说 你都要去寻找啊 这个方法 就提高自己的这种智慧啊 学到这种技能 然后去保护孩子啊 然后呢 就是去辅助他啊 陪伴他 而且我们也真的知道啊 你生大宝和二宝啊 三宝 每个孩子都是独立的 都不一样的 可能是在大宝身上用过的办法 你就没有办法用在二宝身上 这个我们都都知道的 因为每个孩子他都是他特定的一个 所以你永远是第一次去做这个孩子的父母 不管你有几个孩子 你过去受过什么样的这个锻炼啊 培训经验了 但是最后的话 你发现每个孩子 你都是第一次 唯一的这次去做他的父母 所以你永远都会有挑战的 但是呢 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人生吧 我们就是这样子陪伴着孩子啊 跟孩子一起啊 这个成长啊 啊 那么就是只要是你有这个 有心啊 你用心啊 你总是可以啊 去一步步的靠近 你想要达到的目标的 对吧 在我任教的这个将近二十年的这个 心目里程里头呢 啊 我也受到过很多的这样的啊 这种打击 有很多的遗憾和后悔啊 啊 因为我有啊 我有啊 这个学生呢 啊 他是这个自杀的啊 那我有学生呢 是毒瓶用过度呢 这个报死在街头的 然后登到这个报纸上 然后我一眼就认出来 这是我曾经的学生 那我也有学生呢 这个刚刚高中毕业 没有多久的时候 在自己的这个啊 租的这个房间里头 被别人枪杀了的 所以这些事件呢 就是会给我带来很大 很大的阴影啊 我总是觉得如果我能够啊 做一些什么事情 是不是我就可以避免啊 这没有办法的啊 这个我们人生都是这样 没有这样完美 也正是因为我有过这样的经历啊 所以我会更加的提醒自己 就是说 我能够做得更好 没有最好 但是呢 会有更好 我能一次比一次做得更好 我能及时的去发现问题 我能及时的去寻找 我们学校能够提供的 教育局能够提供的这种帮助 我能及时的跟家长沟通 等等等等吧 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只有努力 然后做得更好 啊 就是减少 未来的遗憾啊 就是这样 我们只能这样去做啊 那么今天我要分享的最后一个话题呢 就是讲到这个网络安全的问题 这个王志先生的这个 这个一开始的他的这个说法 就说到了这个 他说的最多的就是网络这个方面的 这个呢 确实是我们这个 这近20年最大最大的挑战 最大最大的挑战 我呢是2003年改行 这个开始做这个安省的 这个小学初中高中的这个老师的 但是我在80年代中下期的时候呢 我那时候毕业的时候 是留校当了老师 所以我有过两年在国内大学 当老师的这个经历 之后呢 我出来读研究生的时候呢 一直都是在做这个TA 大家知道做研究生的时候 我又是自费的对吧 那我要去做TA 去振一些微博的这个 可以补助自己的这个生活费用的 所以就是 那么TA呢 实际上有的时候 我们也承担了很多的教学的任务 就是在大学里头跟学生互动啊 然后辅导他们的功课呀等等 所以我有过就是80年代和90年代初 一点点的教学经验 之后呢 就是到了2003年 那么从2003年到现在呢 这20年呢 我觉得都每五年都是一个很巨大的变化 那正是这个互联网啊 每天每天都在这个飞跃当中啊 所以我说五年就是一个一个坎 五年一个坎这样子的话呢 一波一波的学生都完全不一样了 那么我们在功力这个功力体系下 我们有什么样的帮助这个网络安全的呢 我就今天想先给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们首先对老师 我们老师呢 其实我们这个 这个是在二 我记得是我拿到一个学校给我发的 这个手提电脑的时候 应该是2010年啊 2010年啊 那个时候啊 因为我们啊 这个教育的教育经费是很有限的 所以那个时候呢 就是只有小部分的老师呢 可以拿得到这个手提电脑 啊 那个时候要大清早的去排队 感兴趣的老师 我记得我六点多钟就爬起来 到学校这个网络上面去排队 因为我想拿一个手提电脑啊 因为就是会有很多的 比我的这个啊 桌上的这个这个这个电脑呢 要设备要新很多啊 所以我六点钟就跑到学校去排队 所以很幸运我就 我就排队呢 我就拿到了这个手提电脑 但是但是呢 拿到这个手提电脑 之前能够去排队的时候呢 我们就必须要去上三门功课 啊 就是啊 这个网络的上面去上这个 这些课程 那么我记得最清楚的 那第一门课呢 它就叫Digital Citizenship 啊 就是说这个电子公民啊 义务啊 就这么这么翻译吧 就是说啊 你首先要知道啊 在这个上面 你要面临的是怎么样的一些情况 你应该怎么样 在人品方面 作为一个电子公民啊 你的阴境的责任是什么样的 你要怎么样的去保护 你自己也要避免去给别人造成伤害 然后你又怎么样保护自己 不受到别人对你的伤害等等 所以我们那时候要上这个这门课 然后之后还要上三门课 上完这三门课毕业了以后呢 你才有资格去排队 还要打清早去排队 去拿这个手提电脑 后来当然到现在的话呢 就啊 这个资源越来越多了 啊 这个老师就不用那么辛苦的 要去抢 要打清早去排队啊 这样子 所以基本上老师都 人手都会有一个了 但是呢 我们仍然要去上这个三门这样子的课的 就是说你要知道怎么样去保护自己啊 然后你知道怎么样去教育学生 那对于我们学生来说也是一样的啊 因为我们后来也比这个 Chromebooks啊 就是那种平板电脑的 我们也发给学生人手一个了 从初中就开始有了啊 这也就是近五六年的事吧 所以他们都要去上同样的这门课 就是叫Digital Citizenship啊 这个电子公民 电子公民学啊 他们也都要去上这门课 就是啊 告诉他们应该是什么样的情况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应该怎么怎么样 从理论方面 但是那你知道理论和事件 差别还是蛮大的啊 啊 那么我们这个公立教育局 我们的网站呢 都有很多的防火墙啊 这就是因为很多的社交平台呢 在我们学校 在这个学校里头是没有办法用的 像什么免书啊 等等等等的 这些都不能很容易用 很多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教学的时候 是非常不方便的 因为有的时候 我们需要下载一些小视频呀 或者是有一些APP呀 比如说教数学的啊 上面这些都很很 就是很多时候是不能够用的 然后我们都会有一个完整的系统 我们要递交申请啊 然后呢 由我们的这个IT的这种部门呢 查询了以后呢 允许放开给我们用 而且有时间限制 比如说你可以用啊 15天 或者你可以用30天 然后你要再去延续等等等等 好 就是说严格的这种防火墙 但是 就我们所说的这个 道高于痴 魔高于障 就是说你这个 你再有很强的这个防火墙的话 那总有人能够翻墙的 这个这个这个语言 我觉得大家都很熟悉的 动不动说翻墙啊 我那些学生都会翻墙啊 有的时候 我的学生都来 给我提供这个服务 说傅老师 是不是需要我帮你翻墙啊 我那时候还不懂翻墙 是什么意思 后来才明白了 翻过这个防火墙 所以就是说呢 这个不管你做了多少的这种努力啊 但是你总是有漏洞的 所以这个呢 在我们的学校呢 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呢 去帮助啊 这个我们的学生 但是呢 都不完美 这个也需要这个 这个公共 大家社会上面 对我们的谅解 就是说我们努力了 但是呢 不可能做到完美 不可能做到这个 天衣无缝啊 大家都知道了 那么我们在家庭里头 大家就更清楚了 我也是做妈妈的 我在家里也曾经拔过网 我做过各种各样的这种手段 我们都知道的 所以是很难控制 这个孩子对这个 这个电子啊 器材的这种迷恋 对吧 而且呢 这个我刚才说的是硬件 那你还有软件上的东西 在这种社交平台上呢 这个内容呢 那真的是啊 那那就全了 我们都没法说了啊 想想看 我经常说我小时候的那个年龄 跟他们相比的话呢 我觉得他们现在比我们聪明很多 就是因为他们可以大量的阅读 他可以知道很多很多的知识 这是互联网带给我们的优势 对吧 我们那个时候的话呢 顶多能够到图书馆里借一些图书啊 借点书籍 自己喜欢读的来读啊 否则其他的东西就只能在课堂上 听老师的 所以我们哪有像他们现在能够 这么宽广的这种海洋里头去 去去吸取他们要要学习的知识 对吧 这是好的地方 但是肯定啊 不管是怎么样的 他都会有他的负面的影响的 就像就像这个吃药一样 他就有副作用的 所以啊 这个副作用也是非常可怕的啊 这个孩子的这个啊 年龄比较轻 他们还没有这种啊 我们所说的判断性思维也好 就他还没有成熟到能够分辨所有的是非 所以他很容易呢 被门闭了 对吧 很容易被欺骗了 等等的 还有我们说到的一些老人 我爸爸妈妈他们啊 也就曾经在这个啊 这个网络上面啊 被别人吓唬到的 对吧 就是等等 因为总体来讲嘛 年长到一定的时候的话呢 你的你的这个对社会的认知的话 也是有降低的哈 对吧 就是这样子 所以两头吧 顾两头就是这样啊 老年人还有小孩子 这就是这些犯罪分子 他盯着的啊 他就觉得啊 你就是一个 他可以比较容易欺骗到你的对象 所以我们在学校做了很多的努力 但是我们真的是很有限的 那么这个就是啊 家长朋友们在家里的时候呢 这个也是啊 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哈 这个每每在一起聊聊天 你看多少文章都讲这个迷恋电子游戏也好 迷恋手机的这种社交也好 还有在社交上面啊 被这个被欺凌了啊 对不对 然后这个等等 我们曾经也有过这个啊 这个还有这种很多啊 负面的这样子的就是事实的报道 对吧 我们就会很紧张啊 等等哈 所以呢 这个永远都是我们的一个挑战 我觉得这个社会在啊 往这个方面发展啊 然后他的副作用啊 也会往这个方面影响我们孩子的健康等等的 所以这个就是家长要在家里头 要有智慧的啊 就是跟孩子好好的沟通 那么我呢 再分享两部电影哈 这个就是 当然了电影呢 它毕竟是文学作品哈 然后它最多能说是啊 根据某一个真实的这个故事情节 然后呢 改编的 但是文学作品 它肯定会夸大哈 但是我觉得这个电影呢 给我很多的 这个启发哈 这个第一部电影呢 就叫Taken 这个Lim Nielsen呢 是我一直非常啊 喜欢的一个演员哈 演技我觉得它演的特别真实哈 那么这部Taken电影 好像有三部曲吧 一二三哈 那就是这个一呢 对我的这个启发特别的大哈 这个应该是在2008年 09年那个样子的这个时候哈 所以呢 这个家长有机会 或者还没有看过这个电影的呢 我觉得到网络上去搜一下啊 或者到图书馆 公共图书馆 对公共图书馆 也可以借到这个免费 借到这个CD的啊 可以放去看一下 这个呢 我我就是觉得 也是一样啊 跟我前面分享的那个父亲 保护自己的孩子 这个也是父亲去保护他的女儿的 这么一个故事 啊 他给我的启发在同样的这个 这一点上呢 就是说啊 这个父亲的智慧 因为这个父亲呢 他本身就是一个特特警 他是个特殊 是个特殊培训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军人 好 所以当他的女儿被啊欺骗了 被被这个就是叫human traffic啊 就是就是这个就是被被这个被别人就绑架了 然后呢就等于说去把它啊 卖卖去这些地方去做妓女啊等等 做这些事情的哈 这个啊 这个就是真的是现实生活中是有很多这样的事件的 只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没有把它当回事哈 那么这些呢 在这个我就觉得为啥我推荐这个电影呢 就是在这个电影当中我们可以得到很多的启发 就知道如何跟这个孩子去沟通啊 所以呢啊 这个网络世界呀 很多的时候孩子在网络上认识陌生人 然后他会在现实生活中去跟他们见面呀等等啊 这个真的是非常的危险 所以我们做家长的一定要保护好跟孩子的沟通的这个渠道 让孩子至少呢 他会跟父母亲来交流啊 有质量的陪伴孩子 哪怕是在饭桌上 一顿晚饭上面的一些沟通等等 让孩子能够敞开心扉的跟你去沟通啊 这个太重要了啊 太重要了 哎呀 我这还有六分钟的时间哈 那么就是在推推荐下一个影片呢 是现在正在放映的 好像是七月四号开始上映的吧 现在应该在电影院里头放 我还没有机会去看啊 我就是想看下个礼拜是不是还有机会啊 还在放的话 我想去看 如果呢 如果电影院没放了的话呢 我就等着他们能有CD出来的时候 我再去借来看哈 这个电影呢 就叫Sound of Freedom 这个电影的男主角呢 也是我非常欣赏的一位演员哈 看过他的很多电视剧啊 这个这个等等哈 所以呢 这部片子呢 我也是在这个网络上看到大家这个 这个评论的啊 议论的很多很多的 因为这部电影呢 我也不是特别了解 因为我想自己去看 但是我就知道呢 这部也是啊 就是小孩子被拐骗了等等等等的这样的事件啊 那么这个男主角呢 他就是去救这些孩子的这么一个故事 所以我相信呢 像这样子的电影呢 虽然是他看上去会让大家心情非常的沉重啊 但是我相信通过这样的电影呢 我们可以学到一些知识 我们可以学到一些技能 就是说在这种啊 crisis 就是这种紧急事件发生的时候 我们作为成年人 我们如何去保护孩子啊 因为我们不能去抱怨孩子 就是说 哎 你你你怎么会这么容易相信别人呀 你怎么会这么不注意呀 为什么人家的孩子没有这样 为什么就你就被人家欺凌了呢 那人家那孩子就为什么没被欺凌呢 我们很多家长会这样子去想 对吧 我觉得这个呢 这个是特别不好的一个方法 因为比如说孩子已经被欺凌了 孩子已经被受到伤害了 那我们做成人 做父母亲的 我们应该知道怎么样去帮助他们 去解决这个问题 而不是去抱怨 去抱怨就是说 凭什么呀 人家家孩子怎么就比你要强壮一些 你怎么意志力就弱一点等等等等 但我们如果不想我们的孩子弱的话呢 我们就要用其他的办法去帮助他 辅助他 这个我有时候就想 就是说去参加一些这样子的体育锻炼 体育活动的 就是这种什么什么这种 跆拳道啊 这样的 因为他他他给你一些技能啊 还有这女子防生树啊 这我女儿都去参加过这样子的课目 我也自己也去参加过这样的课目 因为你必须要有技能 你知道在这种特殊情况下的话呢 什么样能够让你能够救命啊 这就是生存的技能 所以我的这三个方面的分享 看上去好像是分散的 但实际上呢 我觉得他都是啊 在间接的关联在一起 就是说一个求生的技能 因为怎么样在网络世界里啊 你能够啊能够求生存啊 不被别人伤害啊 不被别人门祸 不被别人欺骗 这个我觉得是同样的 你如果啊 这个在森林里头啊 走失了 你怎么样能够生存 怎么能让自己活下去啊 然后这些心理的健康 在心理健康的这种 看不见摸不着的这种世界里头 你如何能够生存下去 这些都需要技能啊 然后这些呢 我们都要去培养我们的孩子 要有这样的意志力 然后要去面对人生中的这些挑战 哎呀 最后的这一分钟吧 就是想 真的是 我每次都想到这个 去受培训的时候 这个心理医生 经常跟我们讲的这些话呢 就是说啊 如果如果一个孩子 他能有一个很幸福的童年时代 那他这个的幸福呢 会跟随着他 一直是会去面临他将来 未来深生活当中 面对的一切挑战 但是如果你有一个非常阴暗的 非常不快乐的这个 这个童年的话 你会用你未来的一生 去弥补 去治愈啊 你的这个童年 所以你看 让孩子童年的 这个快乐 欢乐是多么的重要 我们一起努力 好的 谢谢大家的聆听啊 这个现在正好十点钟 所以我完成了我今天所有的分享 谢谢大家关注教育啊 我们一起努力 最后祝大家周末愉快 暑假愉快 那我们下一次的这个活动再见 谢谢大家 我们下一次的这个活动